什么 竟然有很多韩国人骂非常律师语音舞 语音舞喜欢金语什么的也都是认知作战 这不不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的疗愈剧吗 大家好 我是卫生人 但这部片说实在很红 虽然我为了吸引流量 说很多韩国人骂 确实也蛮多韩国人骂的 但是其实实际上主流是蛮喜欢的 因为这部戏的关系甚至会造成什么样的奇怪的现象 有很多人觉得说我好像有点自闭症 这个不是这样值得跟风的事情 就代表的是它真的是很受很多人喜爱的意思 那可能就是人哄是非多 几个点我听了第一时间听了觉得很傻眼 有些是觉得说确实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首先第一个是说 这一部作品的自闭症的样子呈现了 就我自己是其实我觉得蛮喜欢的 只是说顶多如果就以观众的角度去看的话 感觉这里面的主角感觉不像是自闭症 它的前后有点矛盾 就是里面设定是它很不擅长茶眼观色 要很严肃的场合他就会什么 Kirogi Tomato Suits 这样讲出这种话出来 但是他却在他爸爸的店里面 爸爸心里在骂一个客人是奥客 对不对 然后他就直接把他讲出来之后呢 爸爸在假装那个无缘无是客人 这个部分他都却读到那个空气之后呢 他就配合了演出 那我觉得这一段看了就觉得 哦太奇怪了 就是跟他一直以来就不会察言观色的一个设定 觉得有点搭不起来 那我自己毕竟是外行啦 对那样像自闭啊这种问题是其实不太熟 但是我看到有人提出来说 制服片感觉有点太过度美化自闭症患者 会让大众误以为无缘无这样的一个自闭症的人是常见的 那实际上我看到一些学者分享说 像无缘无这样的天才性的自闭症 可能所有的自闭症里面可能不到1%啊 绝大分的自闭症的患者是真的是连自己的生活都没办法自己活下去 实际上很多自闭症患者的家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有看到也有一些自闭症患者们 把他们的家属们也跳出来说 曾经有看到有人说看到他这个自闭症的朋友 竟然跟无缘无不一样而感到很失望 当他们看到一般的市民讲这种话的时候 他们作为家属非常非常生气 这可能确实是我在看这个部片的时候没有想过的问题 那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借由这个作品 让很多过去对这部电影其实没有什么了解的人 可以借此愿意花时间去了解 那我们作为比较理智的观众的话 我们就要告诉自己了 我们不要把无缘无这个角色给普遍化 他绝对是很少见的 那我觉得这个质疑本身就是好的 这个供给本身就是值得让我们思考的点 但后续电视剧里面有那个保险公司吧 他们要裁员 那裁员是有点在暗示情绪勒索之后呢 就是如果是夫妻的话 让老婆自愿离职 保住他老公的工作 有这样的桥段 第一时间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 我觉得说 现在的韩国社会有这个可能吗 那我就实际上去查了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发现原来韩国过去 曾经真的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件 它是把原本的事件给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只是说这个事件是发生在韩国1999年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 对一个银行叫农药 农血它有点像是台湾的农会的概念 那就是农会 只是说韩国的农血经营的非常非常的大 虽然它经营的很大 但在1999年的时候金融风暴之后 它也是摇摇欲坠 为了存活下来非得要柴远没有错 但是它柴远的方式 确实从我的角度看得到有一些性别歧视 攻击这个点的网友们说 这件事情是1999年发生的 那时候的韩国真的是水深火热 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快倒了的时候 你很难去要求什么公平正义存活最重要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二十多年前的韩国 那你劝拿那个时候的事情做文章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想要放大说韩国是什么仇女的一个国家这样的印象呢 但总的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嘛 所以感觉也不需要反应这么大 但是我也某个层面同意的是说 现在的韩国应该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的重男轻女 但是结果正在写这个影片的脚本的时候 刚好韩国就发生了一个 我看了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很过分的一个新闻 也是一家银行体系 叫 这一家银行的某间分行 竟然它们的主管 命令他们的最新近的女员工 来负责煮饭 银行里面就一些毛巾 都要这个女员工拿回家 之后再洗 这个时间长达两年多 到底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会要女员工做这个事情 甚至我觉得这如果叫一个男员工做这个事情 也是很夸张 后续我在查进一步了解那个 San Margo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发现他布置这个事情 还爆发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性别其实问题 这个我再做另外一支影片分享给大家 看到那些事件之后 就觉得说韩国社会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在的话 确实很值得借用来让大家关注这样的职场性别平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供给本身就变成没有意义了 因为韩国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在 那再来是又有一些网友供给说 这部韩剧 它是故意在丑化男性 你们电视剧里面的很多坏人 都是男生 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 没想过 没想过我也没想过 他这么一讲就感觉 哦 好像有 好像是有啦 在里面 戏剧里面普遍的女生是比较正面的 也不是所有男生都是负面的啦 但是里面的那种好人厌的 坏的那种角色的 确实普遍都是男生没有错 感觉在很多作品里面 很多坏人都是男生 这不是常见的吗 但是再进一步看到下一个 里面不是那个 回顾他爸爸妈妈的怀孕的真实 怀孕之后就决定要分手了 这一段里面就是拍到了那个 就是吴阳武的妈妈的家 他们家的地址被拿出来做文章 吴阳武的妈妈在大学时候住的那个房子是在 汉南洞的74番地 74号的意思 这个点被说是仇男 因为台湾的很多女生呢 说很讨人厌的台湾男生是台南嘛 对不对 那韩国的女生也会讲 韩国讨人厌的男生是 韩南洞 台湾讲台南不意外 对不对 韩国讲韩南不意外 韩国男生韩南的韩文是 汉南洞的汉南 韩文也是汉南 所以这个 汉南洞 其实实际上是 是讲韩南 然后他74号 他是在讲制射 制射是什么意思呢 发生关系的时候 不带套 所以说这个妈妈的地址 汉南洞74号是在暗示 韩南制射 因为戏剧里面那个爸爸 就是因为制射之后 让这个富家千金呢 就是因为突然怀孕了之后呢 就是他的大豪前程 一切受到阻碍 那我看到这个 这个是不是走太多了 是不是走心走太严重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查说 其实实际上根本没有 韩南洞74号 所以是刻意 剧组刻意创出来的一个地址 因为如果你就能用到 某户人家的地址 可能会造成人家困扰的 所以用假的地址 我觉得也合情合理 那结果我有看到一些 就是女性主义者们 喜欢用的论坛里面 真的就是用一样的逻辑 去骂这个里面的爸爸 说无用无用 就是很贱的韩南 然后却在戏剧里面被爆上了 就是为了为了小孩牺牲奉献的英雄 他看了很不爽 那我就觉得说 哇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就再去进一步的查 这一部作品的作家 他确实是女性主义者 这个编剧是不是女性主义者 其实也不见不是个问题了 我也无法断定说 他是不是有刻意想要 讽刺这件事情 我们看作品的时候 希望就是稍微单纯一点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 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的认知作战 那再下一个就是在讲韩国有一个前阵过世的 就是在2020年过世的 叫巴关顺 这个人是曾经的首尔市长 他是自杀离开的 那为什么自杀 我等一下再说 但他这个人是韩国左派 算是蛮有名的啦 这个部作品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 都是跟他的过去的轨迹有点点像 像里面海豚有没有 海豚被关在那个水族馆里面 他不是跟他一直去抗议说 要把动物园里面的海豚给放回大海 对不对 然后他不是说想要去记者岛去看 那个被放生的那个海豚吗 这个事情在巴关顺 他当首尔市长的时候 确实把首尔市里面的动物园里面的海豚 放生到了记者岛的外海 那除此之外 刚刚讲到那个女职员被情绪勒索被迫 这样离职的那个事情 那据说巴关顺 曾经也有帮这些女性们辩护过 还有一段是那个有一个男生 就绑架了那个小朋友 带他们去玩的那个 然后他不是说 小孩子们一定要 马上就要玩 不要再念书了 一定要玩 对不对 那这番话是巴关顺 在2011年吗 确实有讲过这种话 巴关顺讲的讲话说 对孩子们来说 玩乐是务必的 但是读书不见得是务必的 在这部剧里面的这个桥段 就感觉就是把巴关顺 曾经讲过的话 给把它弄成一个角色来呈现出来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就说 这部戏就很明显是想要给美化巴关顺 那我看到这里就觉得说 前面两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有点脑补 就是那个什么海豚事情 银行行员的事情 我觉得有点脑补 但是绑架小孩之后 就让他们去玩这个事情 确实在看剧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突兀 那个角色的一个设定 突然有点不自然的感觉 但是这会是个问题吗 如果这个 这个巴关顺西讲曾经做过这些事情 而且他曾经有提过对小孩的教育的主张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把案融入到戏剧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但是因为巴关顺 我说他在2020年的时候自杀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因为他被他的秘书指控 他对秘书长期有权力性的信暴力 会对他的秘书传一些简讯说 我现在一个人了 我跟我老婆分居中 说你今天很漂亮 就是这些简讯确实都有被公开出来 这个指控一出来之后 他隔天就训断 那这位巴关顺西讲 曾经是韩国左派的明日之星 那从右派的支持者们立场 看了觉得不舒服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些人是说 其实那个女生就是 他就是在勾引市长 因为这个市长 他那个性暴力这个事情 他就已经走了 所以没办法继续追查下去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有些人因为这样的戏剧里面 这样的桥段 而对这部戏感到有点感冒 某个层面上感觉也是能够理解 好那针对这个指控呢 剧组是说全部都是网友乱讲 这个就不好说了 他说没有 那就也没办法说他已经有了 这个争论点一波一波下来 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部作品只是一个影子 背后的问题 其实就是韩国社会 长久以来非常非常严重的性别对立 还有政治对立 他们藉由这部剧爆发了 过去也一直不断爆发 只是这次又借由他而爆发了 那针对政治对立 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一块 我能够理解 但是我感到比较难过的是什么 我这个人怎么看待政治呢 我觉得政党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他们是来应征工作的 就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这大家都同意嘛 所以民主国家应该都要有这样的认知 那我们就把它转化成 是一家公司好不好 我们是这个公司的主人 那我们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个公司 所以我们想要请一个专业经理人 来帮我们管理 那这些政党啊 这些政治人物来应征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才是上 这些政治人物才下 正常的状况的话 我们要自己就要认识说 我们希望这公司是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知道这公司现在目前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 那我希望有能力去解决现在目前面临的问题 还有能力去带领这个公司 达到我们想要目标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 那如果他这个人他做的表现不好 赶走啊 如果他说话不算话呢 他说做得到他就做不到 就赶走嘛 至少我是这样看待这个政治这个问题 比起我们要一直挺哪个政治人物啊 哪个政党 这根本不是重点 我们要去讨论的是 作为这个公司的主人 这个国家的主人 我们要自己开始讨论说 我们希望这国家往哪个方向发展 告诉下一个想要执政的人说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不可以 你做不做得到 但是现在韩国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 很多国家的民主政治 感觉有点反过来了 感觉是这些政治人物啊 政党感觉一直在主导我们的议题的讨论 媒体一直配合他们 那这个进一步的问题就会变成说 哦那他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呢 他们为了他们有利 他们就会不断的去抹黑他的竞争对手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 哦好他不行啊 就开始忘记我们应该要主导这公司的议题 这是国家议题 所以我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对立 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 就是民主政治的这个从主关系有点扭曲了 对所以才后续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感觉 好那再来性别对立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样的性别冲突本身 某个层面上这算是正面的现象 以前的性别超级不平等那个时候 那时候不会有性别对立的问题 因为女生根本连发言权都没有 但是现在竟然可以有这样的性别对立 就代表说女生可以很大胆的很勇敢的 表达出他们的不满和他们的需求出来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就代表现在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权 和发言权之一有落在女生身上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 我大学的时候有去修一门课叫女性主义 那是台大的黄昌龄教授开的课 就是上课过程中听到 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面 绝大多数的女性和男生其实都是受害者 如果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面 男生乍看这家感觉没有过的女生那么惨 但是同样对男生的要求势力也是很高 举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如果男生没有车子就交不到女朋友 没有房子娶不到老婆 现在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多少男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面 绝大多数的男生和女生都是受害者 我那时候听到黄昌龄老师讲这样的一番话 就觉得说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女性主义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高挂女性主义旗帜的人 反过来用很歧视性的一些方式来对待这样的男性 就不是单纯的想说我们两性要是平等 而是就不断的丑化男性 剥夺男性的权利来保护女性的权利 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会让很多人看不懂 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的去对抗那些性别歧视 而不是女生对抗男生 我觉得台湾还好 看韩国是真的很严重 看到这样的社会现状感到很难过 好那最后 我看到这个作品很喜欢 我其实即使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攻击点 我还是蛮喜欢无用武 我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生态学家叫Chu Jichun 他是首尔大学教授 他也蛮喜欢无用武这个作品 然后他说到说他突然恍然大悟 为什么无用武喜欢金鱼 因为说这世界上动物 绝大部分动物都是非常非常的自私自利 因为自私自利是往往在这个社会是 最容易生存的一个策略 但一个物种里面一个群体里面有受伤的 或者有残疾的个体的时候 他很容易被排挤 但是就唯独金鱼 你们知道金鱼是哺乳类吗 所以他们在水里面是没办法呼吸的 他呼吸一定要到海面上 但是如果当一只金鱼 他受伤了 或者他有一点残疾的状态下 其他金鱼会背着他 把他抬到海面上去 很感动 所以这个作品里面的无用武 为什么喜欢金鱼 确实从这个教授的观察 是这个原因呢 我们作为动物一定会有一些动物本能在 但如果我们只照着这样的本性和动物本能去生活 那我们跟其他的动物又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人类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点 不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想 我们有文明 我们可以用思考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讨论方式来得到超越我们动物本能的一些解决方法 你死我活式的仇恨式的对立 这样的很野性的本能和本性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努力来克服它呢 这是我今天想要借此分享给大家的我的观察 我的心得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请记得到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那你们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字 你们会念吴还是语啊 第一时间不会念 第一时间不会念